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而且出事 政府不负责 还叫立委说时间到了 你可以下台了 引爆了非常大的怒火 我们等会来好好谈一谈 特别是疫苗来了之后 就可以开始旅行了 但你知道吗 将来你旅游的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因为航空票价要涨价了 将来会涨多少呢 也来告诉你 好 刚刚来介绍了 节目现场的来宾要请到 药理学教授 潘怀宗 大家好 疯狂技师 詹姆士 观众朋友 晚安 资认媒体员 周年晃 观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 康仁俊 大家好 邀请到 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 张成 大家好 雅太精英交流协会民主长 王志胜 晚安 以及 陈燕又来了 你又要来告诉我们 李专怎么偷我们的钱 财经所助理教授 谢陈燕 大家好 你干嘛 你干嘛 这么沉重 这么沉重 感觉她的钱被偷了 感觉好像你的钱被偷了 对对 前面开始高带你来关心的是 比辉瑞还厉害 莫德纳新冠疫苗的有效高达95% 不只是它的有效高达95% 而且一般冰箱就可以保存 但民众各关心的是 那我们拿得到吗 指挥中心说 恐怕有点难 因为不在首波的COVID名单 我们先来谈谈 莫德纳疫苗到底有多厉害 对 她现在是这样 我想大家都看我们长期 看我们节目都已经很清楚了 莫德纳现在是三万人 第三期临床测试 一边大概一万五 然后一万五打完之后 一个是打蒸馏水 一个是打疫苗 然后就放回社区 自由吃喝玩乐 让她去感染这个疾病 那到目前为止 她自然感染 照道理如果都一样的话 应该一边50一边50嘛 是 结果现在目前是 有打的 只有五个人感染 没有打的有90个人感染 差那么多 对 所以因此 她保护力就是90加5 95分之90 95分之90 刚好是多少呢 94.7 所以你四捨五入是95 所以所谓的保护力 是这样算的 对 因为我正常让你感染 应该是一边都是应该50%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差距这么大 一边90 一边只有5 然后另外这是第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保护力达到94.7 第二个好消息是 就算这五个人打过疫苗 得到的人全部轻症 因为这里面95个人重症 都在打蒸馏水的这边 11个重症都在没打疫苗 这五个人即使得了 不算什么 很轻 所以这是第二个好消息 第三个好消息是 这美国实在强大 真的是实力强大 因为现在目前不论是辉瑞或者莫德纳 都是最新的叫做讯息核肝核酸的疫苗 这是全世界第一支 以前从人类有历史以来 没有出现过这种 所谓的讯息核肝核酸疫苗 是不是就是mRNA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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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此这个疫苗 是全世界第一个成功的 在此之前没有这种疫苗 那今天成功的两支疫苗 全部都是什么 美国 所以因此美国人真的非常强盛 这是表示他的实力 倒大了这个程度 那怎么是mRNA呢 mRNA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细胞要知道蛋白质 必须先在细胞核里面DNA遗传密码 要记载的这个怎么合成的这个密码 那这个密码不能直接拿出来 因为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贝 所以因此DNA要先转成RNA 变成所谓的核肝核酸 那核肝核酸还不能制造蛋白质 要跑出细胞核变成讯息RNA 才能开始制造 而他们很厉害 他们把病毒的讯息RNA 直接打进身体 它就可以在我们人类细胞核制造 不用进入我的那个细胞核 所以不会感染细胞 非常安全 那帕老师说这是史上第一支 第一支 不管是辉瑞还是莫德纳 他们两个都史上第一支 对 那不管是 那过去的疫苗跟现在的mRNA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很多 因为过去的疫苗都是灭活疫苗 就是说真正的病毒弄死它才打给你 那弄死它打给你呢 有两个坏处 第一个坏处是 你必须要先制造非常非常多这个疫苗 在这个病毒 所以因此你才要去养那个什么胚胎蛋 然后把那个病毒让它长嘛 长了再把它弄死 所以那个时间要很长 要六个月以上培养才大量生产 它这个不用啊 它在实验室就可以照给你 很快就给你了 够快吧 它不用胚胎蛋了 难怪马斯克说 将来这个疫苗 它可以用裂印机裂印 对 我不知道这是他疯狂的想像 不是 确实就是它不需要像 因为以前你是不是都养在胚胎蛋里面 打到胚胎蛋里面 然后让它长嘛 长起来以后再把它灭死掉打给你嘛 现在不用这样生产了 直接在实验室就一直生产 我在实验室做 一般冰箱是负4度C 那那个冰箱大概 你现在买起来大概1万多块台币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买负20度C的冰箱 负20度C的冰箱的话 大概差不多5 6万块台币一台 但如果你要买到负80度C的冰箱 大概要20万一台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冷链差距的时候 那个价钱就差很多 所以目前来讲 在一般的亚洲 非洲 拉丁 美洲 根本没有办法支持 这种负80度C的冷冻链 而且你在运送的过程中 要保持那么低温也很难 对 没办法 可是你可以看到莫德纳多厉害 你知道吗 它在负20度的这种冰箱 就可以长30天 甚至在室温都可以有12个小时 也就是拿出来在那边限打 我今天早上4个小时帮你打 拿出来就不用冷冻 直接打 很厉害的 所以它的这个东西 我那时候一看到它出来以后 我就知道说 那辉瑞没有人买了 因为如果 差太大 差太大了嘛 因为我又不用冷冻链 然后我又可以这么方便的话 我一定是买它的嘛 可是问题是来了 你可以看到 那是量的问题 不是 他就故意给你高一点 25美金 他这个是19.5美金 所以他价差很大 他价差一个人 因为这样一记就差 差不多将近150块台币 所以两记就差差不多300块台币 这不得了 这个钱很大 好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贵多了 对 第二是 其实在量不够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辉瑞还是会抢翻了 是啊 因为你看它两千万剂 它五千万剂 但一个人要打两剂 对 所以两千万剂只能打一千万人 五千万剂只能打两千五百万人 对 全世界现在多少人要打啊 是啊 但是问题是它整体来讲 它还是比传统的疫苗来得贵 而且冷练来得抢 所以我认为落后国家 还是会去使用灭活疫苗 那这种疫苗大概是给先进国家打 那台湾因为是先进国家 所以台湾可以抢它 也可以抢它 因为台湾能力够啦 因为我们的国度范围比较小 所以对于这个来讲 我们还可以处理啦 好 我们也可以买辉瑞 也可以买莫德纳 问题是我们买得到吗 会不会两样都买不到 对 现在我们参加 刚刚你在新闻那边讲 我们参加COVID嘛 问题是COVID根本没有平台上 就没有这一次的莫德纳疫苗 甚至连辉瑞都没有上COVID 因为它不用上平台之前就卖光啦 当时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当做主头嘛 就好像我们那个 主头 对 就好像我们那个健保局的 那个主头一样 健保署的主头一样 就大家交钱给我 我来押保给大家嘛 然后但是有了疫苗以后呢 我来统一分配给大家 所以他假设有疫苗 他在统筹分配的时候 大家是平均的啦 那但是因为在初期的时候 量没有那么大 其实真正给他的那个量 其实大部分那药厂 应该还没有上COVID 就已经 卖完了 你讲对了 你讲对了 所以现在目前 你要在COVID等的话很困难 因为COVID是公平的 他可能在分的时候 他每个地方 每个地区 每个国家都要公平分 所以不会是特别你多 所以因此 现在目前世界各国都是自己押保 你比如说像英国 英国他就押了六个厂 六个厂都给钱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零 没有 我们在除了COVID 我们在COVID之外 没有给人家钱 我们的压保 对 因为他们所谓的压保 就像川普一样 就是你这个药厂 我丢10亿美金给你 你这个药厂 我丢13亿美金给你 我就先丢给你 你去发展 可是你丢给我 可能不会成功啊 没关系啊 他丢给你 你没有成功 我们日后再算这个账嘛 他们之间要怎么算这个账 他不管 但是我钱先丢给你研发嘛 那现在发现 川普丢的都中奖了 他丢给辉瑞 辉瑞也中奖 他丢给莫德纳 莫德纳也中奖了 那我们一家都没丢 不可能 那我们钱没像他那么多 他那个丢法 那我们就得靠自己了 所以我们自己的国产疫苗 动作要快一点 现在在成真招募者 蛮踊跃的 但是要注意 我们食药署书上说 如果是出事 政府没有负责 还是药厂负责 如果有不良反应 我要问你 这个到底是要什么 谁来负责赔偿和补偿 这个疫苗研发厂商 必须要负必要制补偿 还有赔偿的一个责任 我算不知 你上头有谁啊 我有华材啊 在四点吗 是啊 在临床实验期间 你根本不能够告诉大家 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状态 都不能讲 可是卫福部通通讲出来 而且还说谎 还说谎说 没有严重 你告诉人家 主席时间暂停 我去找资料给他看 在我桌子上而已 你时间早就到了 时间早就到了 是你在这里讲的吗 你有资格说吗 那个处长 这些话不用讲了 这个就是吴秀玫 以前都刻印部长在屁股 所以现在说话在这里 可以到这里 告诉立委说 你咨询时间到了 叫我下台 官员可以叫立委说 时间到了 你下台 可以暗示这种话吗 好 不只是说 时间到了 你可以下台 还说什么呢 还说啊 疫苗试验如果出了问题 谁负责冷冷的说 厂商 那这一次不是 卫福部的平台在招募吗 这一次不是阿中部长 做代言人说 他也愿意去打吗 那老百姓就以为 这是政府在招募 但是出事 原来跟政府没关系 搞了半天 讲完安和林淑芬都说 政府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所以嘛 因为其实这个争议在哪里 你知道吗 因为你现在这个药 并不是正式经过你核准 通通都测试完成了之后 你就上路 那结果你现在讲说 既然是厂商要负责 因为你要招募2万人 可是卫福部不是还做了图书吗 对嘛 所以我跟讲就是因为这个图 产生今天这个立委 他会有质疑 为什么你知道 先讲一下 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这种 所谓临床试验的状况 我们有一个人体试 那个人体试验委员会 它必须有相关的这个流程 而且因为你这个做人体试验 它本来就有一定的危险性 什么的 所以你如果还在 没有核准上市的阶段 确实啦 我老实说 厂商负责这件事是对的 但问题对民众来说 你现在公部门 大肆地用这个宣传 而且还说什么你知道吗 你还跟人家提说 你来参加有营养费 有什么车马补助 大家认为是在公部门做这个 因为卫福部自己开的记者会说 有营养费 有车马费 然后阿中部长自己说 他说我愿意自己去打 那我们就会以为这个是政府 所以你今天 我就老实说 有秀媒大家都说 他真的很险你知道吗 因为主义警告进 他的情势态度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他今天不是第一天 我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你知道他之前在高雄一大 高雄一大以他的专长来说 他的专长是做生计分析 你知道他在2016年2月的时候 接任署长 那时候接任署长的时候你知道吗 那时候大家就讲说 你署长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大谈 谈了一大堆 就是跟生计有关的什么东西 大家说奇怪 你看食药署不是只有这个 你知道食药署 我跟你说 什么都管 它跟交通不一样 因为你外服 外用的 内服的 什么东西 只要跟那个全部都归他管 所以以吴秀媒来讲 以前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大拉雅的个性 譬如我举一个例子 他当时在高雄一大的时候 高一那个时候 曾经出现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的经营权的状况 他的校长跟他的董事会 两个不合格 结果他们失声 就发起一个叫透明革命 意思就是说你董事会什么 那没关系 那是学校经营的问题 那一般来讲 像学校老师教授有群组 对不对 大家对这种事情 理论上都不太讲话 有什么 你们要在说什么 大家就给你大标签 那时候他还在当老师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群组里面 他就直接就写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群组 大家这么多人 大家就两三个在说话 你就明明知道这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就要讲 你知道大家看到都兇气 你知道吗 他一直说你们不能名哲保身 你有话就要把他讲出来 结果你知道他在接署长的时候 居然还有老师就跟他讲说 他传简讯跟他说 恭喜啦 你要做事啦 不是教授喔 但是有讲一句话 他说你到立法院里面 就是一件事情要断修练 修练你的EQ 但你问题是多少 我跟你说 2016年2月是要接任 是好的老师跟他讲这个 你到今天为止 你看他去港墙 这种事情 我跟他讲他就是没有修炼到 那就一语成诚了 据说薛少老师还跟他说 你不要回呛立委喔 你不要喔 结果他就真的回呛立委了 但我跟你讲 我跟他讲说 这是跟他个性有关 我跟他其实有些东西 个性是一回事 可是食药署 因为管的东西太多 在这一段时间确实争议很大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 我老师讲 这个跟你署长的行事风格 我认为就有关系你知道吗 来 我先给各位看一个 尤其这两年的时候 其实新闻出非常多你知道吗 如果女生如果爱去探法染法 就你应该记得这个新闻 东西曾经有过什么你知道 食药署禁止同一天染烫 你如果在同一天染烫 你又当时谣传 可能要罪众罚100万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你怀疑人家有台的新闻 不然他要罚谁 不是 我跟你讲 东西是这样的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染法 会伤害法治 烫法会伤害法治 那100万是要罚谁 罚美容院吗 还是罚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标识清楚 产品上面要标识 标识 标识 你这些东西 你要做政令宣传 你不是跟他们说清楚 你知道那时候 房间乱干乱七八糟 消费者以为是要罚我 或者美容院以为要罚他们 美容院以为要罚 我奇怪 我同一天染烫 如果真的同一天染烫的 一天七周之内染烫也很多 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传道沸沸扬扬扬 你知道后来弄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我先给各位看 因为当初是这些核框 是说你要把它标识 如果没有标识的话 那可能要罚钱 是这样 结果因为大家 食药署你发现坊间弄成这样 你要不要说清楚 你知道到最后谁出面灭火 你知道 这人做苏贞昌 来 让你看这张照片 这个是什么 苏贞昌 他把他年轻的拿出来 照片拿出来你知道吗 他还说七天内染烫 他们会罚一百万假新闻 这是丁一鸣做的吗 不是啦 小编治国 有自己的手法 而且你看 苏贞昌还要拿自己出来 你看 我不会因为 现在没有头发就要处罚大家 很把自己拿出来 搞事 食药署这个真理没有讲清楚 我也很害怕 你知道吗 你说这些东西 而且不只这一件 你再看看这一个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新闻 其实都食药署惹出来 食药署当时人家讲说 连夜市烤鱿鱼通通都要罚 有什么 我记得 你会记得那些吗 那个烤鱿鱼业子 摊饭怕得要死 因为他讲说什么 你这个致癌物 我老实讲出发点都很好 说清楚嘛 说清楚到底怎么 那时候讲说 连夜市烧烤也要罚 烤鱿鱼也要罚 那时候也是弄成这样 后来赶快再出来灭火 说没有... 我没有要管烤鱿鱼 而且我告诉你 这都有随随便便举几个例子 这边还有 还有 跟口罩有关的 食药署 恭请讲 你看这个就真的荒谬 因为那时候其实讲 全国的药局 他们在口罩这件事情 其实压力很大 对 所以那个时候食药署 就发布了一个新闻 你可以看得到 他证实讲说 从4月19号开始 全国卫生所跟药局 都统一礼拜天休息不卖口罩 那理论上应该是OK了吧 确定了 结果你看看 指挥中心发言人说 目前还在演艺中 还在演艺中 你干嘛先讲 你穿这么大 你摸到这样 当时防疫都是指挥中心在做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新闻裡面 其实我们这次主角 他也出来说話你知道吗 吴秀媒又出来说 说没有...我告诉你 只有周一到周六的时候 口罩如果没有卖完 礼拜天你要卖也不反对 但庄仁祥在这边继续讲 这个东西都在演艺中 还要等指挥中心这次宣布 所以你说他呛辣或是怎样 我来说真正 可是他不只呛辣 而且嘴快 所以我就讲 你今天在立法院 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讲的时候我自己跑立院 早十几年了 我年豪哥也观察国会 你又没有观察官员叫立委 落台的 没有这种的 立委咨询的时间有没有到 还有立委的时间要不要暂停 那个地方有一个 叫主席你知道吗 主席的控制嘛 需要你一个官方 你刚看他的态度 林淑芬也是讲说我时间暂停 我要下去拿资料 结果你跟他呛一句说 你看他那边 对啊 立无表情 冷冷的 你时间到了 我老实说 这种事情上面 你不管再怎样 就是你官员不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 你今天在这个 所谓的疫苗这件事情 这是全国瞩目的事件 如果你今天用公部门的力量 告诉大家讲说 我们希望这个疫苗 赶快能够通过人体试验 怎样 要赶快让它过 然后能够让它合法的进来的时候 我讲实话 你食药署就要负责任 你不能敢说一句 有事就是厂商 不然你不要做酸团 是啊 不然你厂商就按照 循序渐进 大家慢慢来 你把所有的公部门的形象 全部毁在这里面 只因为你说你要枪啦 或者这样 我跟你说 做官员不是这样的 你要枪啦你到民间去做 做官员好好的把事情讲清楚 说明白 让民众觉得说我安心 这不是最重要的 好 那道士 我们的疫苗什么时候 能够有机会打到 买到 这件事就不讲了 奇怪 这反而是我们觉得 比较重要的事 不过一旦有了疫苗之后 就可以开始旅行了 大家都非常期待 能够开始旅行 但要提醒您 等到你开始可以旅行的时候 你的机票可能会贵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廉价航空 我们几乎都聊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最新的大消息 是 大航航空要收购韩亚航 为什么 因为韩亚航用不得了 没办法 只好去收购它 成为全球前十大航空 所以呢 现在大家就在讨论 说后疫情时代 航空业将会减班 而且涨价 不只会涨价 而且会涨非常多 会涨多少 大概目前初估至少涨1.5倍以上 1.5倍 比如说以台北非LA来讲 现在大概2万 台北非LA 所以将来就涨1.5倍 要到3万多 有可能到3万5 为什么要涨价 我先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韩亚航要卖掉 其实韩亚航 大家听到一个亚 不要觉得它很小 它的机队规模是全球第29大 其实是算一家中大型的航空公司 但是大航空更猛 因为它等于是韩国的国航 它的机队是全球第19大 所以大航空花了500亿 把韩亚航买下来之后 两家加起来 就变成全球第10大的 机队的规模的航空公司 算很大 因为目前看起来 全世界的疫苗 如果要普遍以现在的进度 大概到明年底 明年年底 对 到明年底才有办法 可是今年年底 如果顺利的话 莫德纳说他们就可以生产 2000万机就可以开始打了 问题是 阿关 全球有70亿人口 要做到哪一年才能做到 如果一个人要打两剂的话 我们不要讲说70亿人都打 我们一半就好了 好 一半一半 35亿人你要做70亿剂 你会做个当时 所以不要像互惑不好 有就够准做 有 没办 但我们回来看航空公司 真的 真是祸不单行 后门的中心 今晚后门的中心 我们那个航空公司 已经很惨了 想不到阿拉斯加航空呢 这样的时候还撞飞了宗雄 撞飞宗雄也不过就是一件 动宝世界嘛 但没有想到还上了非常大的版面 还有一个很衰的事情是 飞机的冷冻尿 竟然掉到民宅 然后呢 英国的民航局说 差不到源头 因为天上飞的飞机 谁掉都会搞不清楚 天上可能没有监视器 所以没有办法去抓 到底是谁把冷冻尿 掉到民宅 我们先来讲撞宗雄 这不是应该很罕见吧 阿公 我跟你讲 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 很罕见的事情 发生在我这个老司机身上 我就觉得都不是太意外 但是这个为什么会上新闻 是因为如果他的阿拉加航空飞机 是落地之后散掉了 他宗雄是从左边撞到发动机 所以没事 如果想要正面迎撞的话 那整个飞机一定是击毁人亡 你要想我们落地的时候 所以他会上这么大版面 其实是因为他和死亡班机插身而过 对 我跟你讲 你不要想 他可能会酿成重大飞胺 你不要想宗雄 我跟你讲落地的时候或起飞的时候 所以我一直去想说 这是一个动保新闻 多多地或起飞 只撞到像拉布拉多 这么大一只狗 大概飞机就毁一半了 因为你像我们高速公路上 就像我们过去讲鸟集 不要以为鸟集是很小的事 鸟集都可能会影变成困难 对 因为你看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车子才开120 130 撞一颗小石头 就是一个大骷髅的 对不对 飞机在跑道上面是 时速大概500公里 撞下去不得了 但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这个撞中雄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是新有77N 因为你知道 我以前在 你有撞过中雄 我没有撞过中雄 差点撞到水牛 撞水牛 水牛 水牛比中雄大了一点 大了一号 我以前在印度飞 你知道印度有很多 很多那种阿里布达的机场 就是小小的 搬的话就是设备不太好的 很多印度很多机场 它是没有 没有机场没有电灯 滑星没有滑星灯 就是整个机场一片漆黑 就好像你半夜开三路 三路没有路灯的时候 只有你车头两个灯了 远光灯照前面这么静静 什么都看不到 伸手不见五指 印度非常多机场是这种的 所以我们以前在印度飞的时候 飞这种机场 晚上伸手不见五指 飞机上都有滑星灯 还有起飞落地的时候 会开起飞跟落地灯 那滑星灯 就只照到你眼睛前面的东西 飞旋眼睛前面的东西 就有点像我们开车的 近光灯 那起飞是开远光灯 要看跑到整个跑道上面的东西 所以滑行的时候 我们只开近光灯 滑行灯就只看到前面 旁边黑漆妈什么都看不到 印度机场 有一天我跟副驾驶 两个滑滑滑滑滑滑到跑道头了 黑漆妈屋了 塔莱通知我们许可起飞 许可起飞 叫打开落地灯了 一开整个跑道就亮了 你看得到吗 落地灯一开 我跟副驾驶两个人叫出来 叫到差点漏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在我们飞机前面 一头大水牛 你知道水牛眼睛很大 晚上那个飞机的 牛眼 那我们飞机的落地灯一照上去 眼睛反光 我们六只眼睛互相交叉 比对对在一起 我跟副驾驶叫出来 水牛我看到那个心电感应 我是感觉它有点要叫出来的感觉 我们就叫出来之后 叫到后面坐舱长都觉得 飞行员在驾驶舱里面 是发生什么惨案的是不是 那水牛就盯着我们 我们吓到他也不走 我们也不走 那飞机上又没有喇叭 可以看到飞机是没有喇叭的 你知道吗 我们要超车是不能按喇叭的 你知道 像我这喜欢开快车的人 也没办法按喇叭超车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跟副驾两个就开落地灯 开关在上面 就开 又开灯关灯 开灯关灯 去照它 看它能不能把它吓走 那它又不走 它撒在那边了 因为我们刚刚叫出来 跟副驾两个都叫出来 座舱长就敲门 竟然看出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开门 我们就跟他一只水牛在那边 座舱长怎么办 我说去把后面的大声工拿出来 我们飞机上有大声工你知道 没有喇叭但有大声工 对 大声工不是要叫人家闪路的 大声工是飞机出了状况 要逃难逃生的时候 空服员坐舱长要拿大声工指挥大家 我就叫座舱长把大声工拿过来 副驾驶把窗户打开 在那边吼 讲印度话 印度水牛说不定可以沟通 就吼 吼那水牛看能不能把它吼走 也不走 最后没有办法 水牛师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最后没办法通知塔台 塔台有派工程车来 拿那个散弹枪打空爆弹 打把水牛赶走 机场都有散弹枪 因为赶鸟用的 他第一次拿这个 塔台后来跟我们讲 他第一次拿散弹枪打水牛 要赶走水牛 所以这跑道上才会有义务 那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好 飞机有冷冻尿 我们的尿会被冷冻起来 好 然后之后会乱丢 不小心丢到我们民宅 好 我现在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这个事情是绝绝对对不可能的 早期的飞机 他就吸真空 超长的 对 抽真空 那你看 这个影片是我拍摄的 你看 这是抽真空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喜欢把这个 toilet paper放到马桶里面 然后抽真空 打扰自己的卫生纸看看 来了 烤雕鱼 一捆卫生纸没了 我自己买的 我买的 你确定你自己买的吗 我买的 你买的 不是公司的装备 自己买滚筒衛生纸上去 测试给大家看的 这一捆卫生纸 滚筒 2秒钟大家看到没有 就进去了 所以飞机上 飞机上厕所 它现在厕所 它是吸真空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它那个吸力超强 第一个吸力超强 第二个它吸完东西进去 它是它在飞机上有一个 有一个化粪槽 它是土粪的 所以它飞机落地之后 一般我们飞机落地 三台车会开到飞机旁边 再大的Airbus A380 747 737都一样 三台车 一台水车灌水 我们飞机上是饮用水 还有那个水龙头的水 我讲过 飞机上的饮用水 跟水龙头的水 出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是同一个水槽出来的 就水车去灌水 第二个呢 是那个加油车加油 第三台车是什么车呢 就是水肥车 就是我们老公寓都有那个化粪槽 常常会看到水肥车去抽水肥 所以会有台水肥车过去 为什么呢 要去抽卸掉飞机上的那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化粪槽的东西 所以这个飞机上 我们刚刚看那个吸引力的马桶 吸进去是到化粪槽 它不可能百分之一百万 不可能从外面排放出去的 但是这个早期 那这个门洞尿怎么来的 对 但我解释一下 早期喔 早期的厕所 对不对 飞机的厕所 它不是吸引抽针扣的 它就像我们现在台铁的火车 或是桶帘你知道 的那个游览车 它是那个 那个蓝色的蓝宝宝 你知道 放那个消毒水蓝宝宝这样 铁的马桶这样 啾啾啾啾 绕一圈绕下去的 它这个铁的马桶 底下一样 也是有那个 也是有化粪槽 收集东西的 这个吊到明宅的这个冷冻庙是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空服员在玩蓝宝宝 把蓝色的东西 倒在那个 Galley的那个 那个化粪 Galley的那个流水槽里面 所以它从外面会流出来 但是流出来也不会是冷冻的 你不是说它就解冻了吗 对 那有可能是 可能它当天天气比较冷 水出来结冰了掉下来嘛 跟我们冰袍形成的原因差不多 所以民宅呢 其实掉下来的是水不是尿 对 我跟你讲 你要被尿死尿砸中 比你中热透还要难 我要是被死尿砸中 我一定马上去买热透了 你不要这么说很可能 差不到 好 直接回到美国总统大学 将来的白宫新主人 如果是拜登的话 那么拜登对中国 会更硬还是更软呢 这个问题一直引发争论不休 但今天有媒体说 其实在拜登的幕僚群里头 大部分都是鹰派 所以在鹰派当道的情况之下 拜登可能会更硬 好 我们来看真的会更硬吗 猫头坠损中国 美军现在正在重建珍珠港 在珍珠港上大兴土木 而且这是75年来第一次 据说重建珍珠港 就是剑指中国 是 没有错 其实不用等到拜登上台 你看到美国的军方 其实动作频频 看样子未来整个 对中国施压的压力 是持续不但的 珍珠港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例子 这一次特别公布说 美国美军75年来 在珍珠港大兴土木 有两个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 珍珠港本身 就是整个美军 在整个太平洋当中 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那它的重要性 当然它同时 照顾了西太平洋跟东太平洋 那也是美军的中心 可是这特别的是 上一次 这次要盖的四个干船屋 那美国海军的建造场 上一次在珍珠港大兴土木 盖船屋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媒体说是75年前 1943年 它现在有四个 第一个1919 然后1941 42 43 然后等于是70几年前的事情了 等于是 现在在珍珠港 所使用的干船屋 全部都是什么 二战之时候 很老旧 非常的老旧 可是过了这么久 现在才去动 当然是剑指中国 在这个时候 那这是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第二个 这个干船屋盖了 要给谁用 这很重要 它是准备作为美军 现在最大的一个潜舰的 建造跟维修中心 那什么潜舰 威吉尼亚型的 攻击型的潜舰 我们都知道 美军现在主力潜舰 大概是二海二的 这是弹道飞弹 那加上 威吉尼亚的 这种攻击型的潜舰 威吉尼亚的潜舰 这个潜舰有多强 三个重点 第一个 它本身配置的是 战斧巡弋飞弹 它大概可以配置28枚 战斧巡弋飞弹 它是攻击型的 那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第二个 它本身的巡弋上面是一个 可以静音巡弋 这静音巡弋到什么程度呢 美国自己的资料 看起来是说 它在25节的时候 差不多40几公里的 时速的声音 比它上一代的潜舰 洛杉矶级的潜舰 9公里的声音 还要低 也就是说 它时速是人家的5倍 但是声音比过去的 上一代的潜舰还要低 那中共现在的主力的潜舰 所谓093 094 这个噪音的等级 差不多 就是在这个座山基级的潜舰 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 第三个最可怕的 你有时候盖这个潜舰 盖在这边 距离中国有6千公里远 就没事吗 没有 这个潜舰 它未来已经 美国的这个 国家安全公司 OBRA已经宣布 这个潜舰未来 要配备超高音速的飞弹 这个超高音速飞弹 如果搭配潜舰 如果在这么安静的情况之下 潜到了中国的这个南海 东海范围的话 这个超高音速的飞弹 从简舰上面 垂直的发射桶 发射上去 到北京大概 他们估算 因为是超高音速 大概6到7分钟 而且可怕的是 你是从简舰发射的 所以等你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北京的雷达发现的时候 大概只剩下2分钟可以撤退 所以会来不及燃舰 所以北京 基本上是完全处于一个 防不胜防 毫无防被能力的地上 所以它虽然在夏威夷 盖这个潜舰 一方面是为了要巩固 它第三岛链的中心 可是当它告诉你 我要去盖的 我要去建设的 就是这个Virginia的 这样子的一个 新的浅舰的 这样子的一个 规格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其实 剑指中国的军事力量 等于是已经沉默的 到你家的门口 未来北京防不胜防 已经到你家门口 但北京说 我也不是没有招 北京最近 呛说 他们有射成世界第一的 巨浪三导弹 你剑指我 我也剑指你 因为这个巨浪三 据说可以打到全美国 应该讲可以打到全世界 为什么这么讲 可以打到全世界 我们在弹道飞弹的分界上 有所谓近程 中程 远程 到洲际弹道飞弹 只要射程超过5500公里 就叫做洲际弹道飞弹 那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高级跟低级的 那个低级的 大概到5500公里左右 那高级的就超过 甚至到12000公里 那巨浪三 它的前身是什么 它陆射型 就是东风41 东风41 射程就是12000公里的 那巨浪三是把东风41 改装成浅射型 那12000公里 就是我刚提到 就从我们地球 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打到任何一个地方的 一个弹道飞弹 那为什么这个很具威胁 弹道飞 核武力 总不会在家里爆核武力 伤到自己的 就要打到对方去 所以我们在军事上 有一个术语叫核三位一体 它讲的是核武力的载台 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战略轰炸机 我们回想一下 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军是不是用战略轰炸机 把管道长一颗 德里哥原子弹 第二种方式用弹道飞弹 这是第二种方式 好 这两种方式 都有方法来侦查 你飞机来我看得到 就算B2隐形战略轰炸机 我有机会看得到 但你弹道飞弹 我现在有拦截弹道飞弹的系统 我也看得到 但浅见浅射 你什么时候 你在哪里射我哪知道 所以为什么这个巨浪三 中国大陆会呛说世界第一 射程世界第一 我们就参考就好了 但是世界第一 就是意思说 我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打一颗洲际弹道飞弹 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它也不用打任何 它打美国就好了 所以刚刚施胜说 美国的维基尼亚核动力潜舰 可以潜射 中国说我也可以潜射 你会潜射我也会潜射 对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中共它现在有巨浪三 弹道飞弹 基本上就是他们094 或者096的潜舰上面 来发射的 那为什么刚刚讲 在夏威夷重新造 那个床物分那么重要 因为它就要派潜舰 攻击型潜舰 去打你的那个094 096 把你打掉你就不能射了 这个战略部署 一直在这个地方 就我把你的那个载台 打掉你就不用射了 对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它为什么要 欧海尔级 或者美金尼亚级的潜舰 要能够在夏威夷来做整补呢 因为它刚刚提到说 以夏威夷这四个船屋 都在二次大战时期所建造的 坦白讲 对现代的新潜舰来讲 是稍微小了一点 就做船务就维修是小了一点 那小了一点 美国就好回到西岸去做维修 那如果现在它就在夏威夷 第三岛链上 直接就做可以维修的话 马上维修完 进入战斗位置 是不是满足威和力的 而且夏威夷就在太平洋中间 我去抓你的潜舰 刚刚提到说 现在那个美军的潜舰 那个噪音很低嘛 对不对 那也提到中共的潜舰 噪音蛮吵的 那你想想看 这个噪音低了去抓噪音草的 哪一个抓得到 一定是美军抓得到 这整个结构就这样 我再把巨量舱多讲一点 也不要想要看它的威力 它除了射程厉害之外 它有十个分岛弹头 每一个分岛弹头 大概有十五万当量的炸药 那是很厉害的 分岛弹头的意思是 一个可以射出很多个 到了一个目标 它可以到十个地方去 蓝俊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 这照片 它有十个分岛弹头 所以 这个是它厉害的 一个弹道 一个弹道飞弹 打到美国分岛 然后就开始分 夏威夷一个 洛杉矶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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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来打 这个 可以打十个地方 十个地方 这很厉害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在技术上的拉起来 这提升了 我跟他讲一下 就是浅射的弹道飞弹 其实很不好做 就包括我们熊山 也考虑过浅射 我感觉难度在哪边 水是一种介质 空中是一种介质 它在水的介质里面 它能够有产生 足够的动力 这是一种题目 到了空中 它能够有 气动力怎么设计 有另外一个题目 所以一般来讲 在水里面的时候 那个弹道飞弹前面 是比较圆的 阻力比较小 可是这个阻力比较 到了天上的时候 变得阻力比较大 所有的飞弹 大家看前面是不是尖尖的 是 所以他们在设计 他怎么样克服这个 他们就做了一个 叫做简足感 掏出水面之后 跑出一个简足感 然后来浪浪 整个阻力整个减低 也就是在水下 它是圆的 射出去之后 它要变尖的 对 变成尖的 有一个简足感出来 就是弹出来一个简足感 变成尖的 然后来降低 就类似这个样 它在水底下是圆的 今天我有很助手 叫做人群 这个是在水底下 在水底下 它是圆的 出来会出现一个简足感 然后变成尖的 然后让它整个阻力降低 这个是它拉长射程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今天是从一个 科技的观点来看 中共的巨浪三 就是说 它可以把射程 从以前它巨浪二 八千公里 五千公里 拉到现在一万两千公里 其实它在科技上 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好 姐姐 要带你来关心的 还是我们的荷包 李专到底如何 偷走我们的钱呢 昨天我们做了Part 1 今天要来谈谈Part 2 因为李专的手法 那真是千变万化 自从台西营李专 监守自盗三亿之后 黃天睦震怒说 罚款还不够 所以据说今天祭出了三招 为什么黄天睦会震怒呢 因为其实 台西营只是个案 之前已经好多起了 那一直罚罚罚都 罚不怕了 我们来看 之前还有什么玉山营 玉山营还没有财罚 被发现就还没缴钱 想不到台西营又出事了 难怪我们的主委震怒 对 这主委当然要震怒 阿关你看那个罚款 现在是罚一千五百万 那将来这个主委说 可能要从提高到五千万 但是你再去核对一下 那些李专A走的钱 每一个都破亿 你刚刚讲的玉山银行 前面还没罚完 后面这个高雄的凤山 有一位李专叫潘佩君 你知道他怎么A 他总共A多少 一亿大概接近一千万 就一亿零九百多万 大概接近一千万 总共十七个客户 短短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钱就不见了 昨天台新还是A了十年 这个不到一年就A走了 一亿多 这个工夫较好 这个工夫较好 对 也可以说他可能客户 对他的信任度比较高 因为其实你去整理他 因为他应该是分散吧 十七个 对 十七个不同的账户 对 他已经分散了 表示说客户对这个李专 第一个一定是长期交易 就我们人性 我第一次跟你这个李专接触 你叫我把存折 把印章 把签好名或盖好章的提款单 交给你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 一定是有好几次的交易 觉得说这个李专人不错 很值得信任 好啦 那方便 不要每次都叫我来跑一趟银行 我就交给你 他基本上都是用同样手法 那他怎么去跟客户讲 说这个钱 我帮你怎么存 他说过去我们说 一架银行最安全 不会没去 现在一架银行不一定安全 会没去 要注意 他就是说 我跟你讲 你这个存款定存利息 现在定存利息低到 根本就是 连鬼都不想存了 那他说 那我帮你买海外基金 获利比较高 每年固定有个3% 5% 感觉还不错 好像还不错 好 那这个大概 我举个例子 这个可能要买个200万 一个单位 一口就叫200万 好 这个200 那个500 当然都是有钱人 那就放过把钱攒出去 那你的钱你要授权 你要存折给我 你要印章给我 或是我要汇款 我要你的印章 要签名 对不对 算了 没用没时间照片 你帮我处理 潘专员 你帮我处理 我拿给你 就这样 而且他很聪明 比如说今天他叫你阿官 汇了钱给他之后 那你阿官 我投资基金 为什么都没贪钱 对啊 你不是跟我说3% 5% 对啊 他真的会会3% 5%的利息 到你的账户里面 然后而且呢 我们现在的汇款不是 他还会会利息给我 对 我们现在汇款 他除了金额之后 后面会写说 谁会给你嘛 对不对 他会故意讲说 这是某某基金的配息 那你就信以为真 就是那个备注栏 对 你就信以为真 真的有贪钱 这个全完人不错 我介绍人俊 这个不错 所以他在存折刷本的时候 会出现 某某基金 配息 对 那你就信以为真 所以他偷积也有18分 对 当然是 当然他得贵一点钱 而且他很聪明 他制造断点 就他知道客户的钱 如果直接到我账户里面 将来很好查 所以他找他的亲家 他担心的50朋友一百 就开了很多账户 然后分别进到 他们的不同的人的账户 比如妈妈 唐姐 家里亲戚 就分别进到他们的账户里面 你将来要查的时候 万一出事 有人发现 你就真的比较不好查 结果后来是怎么发现呢 就是有一个人 他发现奇怪 为什么我去 有一天他心血了 他去对存折 他发现奇怪 他怎么扫了好几百万 才去跟总行检举 那总行去查之后 才发现这个案子 也就是说这17个人里头 只有一个人发现 对 所以我真的要提醒大家 我刚刚这个 还跟你们制作大家看一下 我说我银行 如果扫一万块 我就放火烧银行了 还几百万 开什么玩笑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不管是玉山银还是台信银 都不会是个案 这几年到底有多少这样的 神鬼里专的案子呢 好 近两 公共两年 就有12家银行房总是12家 我们的银行也不过就三十几家 所以12家已经降落 好 受害的客户高达127户 道领的金额大约有10亿 发生道领的知名银行 非常的多 所以仅见爱注意 所以陈燕 我们昨天谈到一些 李专怎么偷走我们钱的手法 还有其他更高端的 镜头在哪里 我先跟 我带到所有的李专 跟大家说声抱歉 真的 这不像李专太多了 我只能代表他们 当然我不是啦 我不是 我还在声明一下 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 也不是我自己的故事 但是真实的发生 其实还有一些更厉害的 那你知道现在大家都会讲说 透过境外理财 他的利率更好 对 是 那你知道尤其是VIP客户 那譬如说像秘书厂这样 我说你VIP啊 你都在台湾做 你这种的身段 你这种身份 我帮你做境外的啊 我找了一个香港朋友 专门做私人银行的 哪一盒五三 就一个香港人就来了 真的 就钱就钱了 他真的会找一个香港人来演啊 那他就说他是某某瑞士银行 派驻在亚洲地区 专门服务台湾的高端客户 OK 那这过程当中 就都没有什么 因为我就是香港人 口音我都很像 那他也给你看他的名片 什么瑞士银行 而且他说瑞士银行 基本上他不可能去 你要直接对他不容易 如果不是你的身份地位 跟我的关系还真困难 好 那这时候也没有问题 上网去查 真的有这个瑞士银行 什么都没有问题 好 那这时候 他就介绍了这些理财商品 好 其实是从头到尾 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这时候要汇款了 那这个时候 譬如说这个瑞士银行 叫这个陈彦瑞士银行了 譬如他就有一个英文名字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要汇款的是 这个瑞士银行的香港分行 一定的嘛 你说那要汇到瑞士去 不用 我们在香港有特别服务 我们亚洲区的客户 所以你只要汇到 这个香港的银行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上面就是真的 某某瑞士银行.hk 就是譬如说 什么Swissbank的 XXSwissbank.hk 所以真的有一个 香港银行的账户 让客户去汇吧 对 然后那个名字 就跟这个瑞士银行的 英文名字的前面 都一模一样 我特别强调 都一模一样 但是差别是 那个瑞士银行 这个名字后面是 叫做hk 就是hk 这家公司叫 什么瑞士银行.hk 我只是举例 好 那结果 你就汇过去了 那当然 这中间就有一段时间 他可能跟你讲 这绑三年之类的 反正他这时候 那他中间也会给你 一点点利息 你也查也都有 ok 然后呢 这个蒙桑 蒙桑 不错嘛 那他就又介绍客户了 对 所以这很稳定 而且这个高端客户 对不对 才有办法 然后你也真的会会 可是其实 从头到尾都是真的 只有那个银行账户是假的 对 就是那个银行账户 是真的银行账户 但是不是那个瑞士银行 在香港的分行 他 他用一个很像的名字 去开了一个户 前面都完全一模一样 前面完全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hk 那他就得在香港 也成立一个这样的公司 这个不难 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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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这样子 这个话不是这么说 对 OK 所以这样的例子很多 然后到最后你只能自认倒霉 我跟你讲 这样的案子 为什么比较少新闻看到 因为我盟族主管机关管不了 因为他说 这个公司是香港的 我也没办法管 我也没办法管 因为这个公司是香港 那你介绍你那个香港人 要飞走了 我刚才说 那你会想要有什么地方 让你拍了 你拍了